13号上午最后一位县议员陈建中 针对9月18地震玉里镇松浦里造家园还有农业的损害 高楼大桥复原进度 向华联县府提出质询 0918地震造成高楼大桥坍塌 影响到学校学生和农民交通的便利 以造成农业的损失和家园的毁损 写请宽县政府能够做好从前家的工作 让村民们能够安心 这次最主要的议题就是有关我们918的强政 我希望我们县政府能够尽快地协助我们南欺的民众 尤其是我们松浦里的灾害是最严重的 当然我们的桥梁的断裂以及道路农路的硕士 以及民载的一个灾害 这都是重要的一个议题 我希望我们新政府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来协助我们的灾民 当然我还有议题是由于我们观光处的 一个安通古道夜灵的议题 因为政府也都没有做一个规划 所以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景点设置为重要的一个观光景点 另外我们文化景观区已经列入为世界的百大绿色流地 所以我希望我们文化景能够持续地来关心 来协助我们当地的这个居民 现在李建东表示 华人县政府重建家园可以说是持续不断 同时也向台基地和磁器寻求最大的协助 不过还是有村民没有实际收到帮助 他也会提供相关资料 邀请幸福来会看 共同来协助理政重建家园 接着Join华是博导